笑的 但是这种人工的 我们自己手做的这种肥皂 跟平常外面买的 其实我自己有在做之后 我真的发现差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外面做的香皂部分 它是热制法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冷制法 所以我们其实做完之后呢 你必须要放着风干 可能要四到六周的时间 才能够去用 那一方面除了是风干之外呢 是我们把这个皂碱值去降低 那你看它这个其实 我刚刚讲说这个皂 它因为已经用了那个醋去中和之后 其实它那个皂碱值 本来就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 所以是很费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般市售的肥皂 它就是热制法 对市售的是热制法 那我们是冷制法 再加上它的油脂的部分 全部都是天然的 那市售的可能会有矿物油 还有矿物油那就更糟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大概花四到八周的时间 它才能够制成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 里面的保湿成分 完全被保留下来 对 真的很滋润 所以你刚刚觉得很润 对 然后再加上 它又加了天然草本的菊物 然后本草钢木里面的成分 所以我都说它这块皂是在养皮肤 就是边洗很温和的同时在养皮肤 因为市售的肥皂 其实就是我觉得重点是在有一些 什么廉价的香料啊 色素 这些可能比较少许的东西 还有活性剂 所以小朋友可能洗这种外面的香皂 那我们的孩子不能用 对 因为皮肤已经受伤了 尤其是有皮肤病的话 就整个的话会觉得很紧绷 对不对